原标题 罗贯中实际上给刘备算错了备份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按照小说的描写 刘备的历代仙人是汉景帝 刘胜 刘真 刘昂 刘露 刘烈 刘英 刘健 刘哀 刘厌 刘县 刘书 刘毅 刘毕 刘不宜 刘慧 刘熊 刘红 刘备是汉景帝的第十九代孙 但问题是汉献帝的世系 排行在史书中记载得非常清楚 汉献帝刘邪是汉景帝的第十四代孙 也就是说按照罗冠中创造的宗亲族谱 刘备 比汉献帝小了五倍 别说书书了 连崇孙子都算不上 刘备在真实的历史上 虽然是汉宗亲 但从来没有被称为皇叔 他的辈分也因为史料缺失而无法考证 罗冠中文想通过创造汉史宗亲族谱 来抬高刘备的身份 没想到 却制造了小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